好 就有成二表 那么就有成二表 大家会背吧 怎么背啊 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个视频是吧 然后呢 有个小女孩在那背 三五一十五 就是背不出来 这都是这样的 我们在学一个知识点的时候呢 刚开始觉得学的特别痛苦 但是呢 等你把这个知识点学完之后 过五天 你再回头再翻看一下 那么你就会发现怎么着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知识点 其实没有那么难 那么困难呢 现在对你来说是困难 等到你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回头再看 当初那个困难 对你来说就不是困难了 当然了 不是你在这睡觉睡五天 然后五天之后呢 你回头再去看啊 说五天前我做了什么梦 这个不是啊 必须要坚持跟学下来啊 好 现在我们来写下这个九九乘法表 一乘以一 应该等于的是一 对吧 然后呢 一乘以这个二 应该等于的是二 然后呢 再来 二乘以二 应该等于的是四 然后呢 一乘以三 应该等于的是三 然后呢 二乘以三 应该等于的是六 然后呢 三乘以三 应该等于是九 好 以此类推 就不写那么多了啊 我怕我背不下来 好了 那这就是九乘法表 我们发现它跟我们的这个正三角形 一个星 两个星 三个星 不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先把这个正三角形 打出来 然后呢 再改成九乘法表就可以了 来 好 应该就等于了 一 I 就小于等于九 各乘法表是不是应该九行啊 然后来个I 再加 那么正三角形 如果你也不会打 那怎么办呢 我们先打 打印出来这个句型 好 然后呢 应该等于一 C 小于等于九 然后来个C 再加 C 点out 点print 然后来一个 星 然后再来 system 点out 点print 然后呢 这个就只为了打一个换行就可以了 这个是决定 常数 常数 这个是 列数 列数 好了 我们来编译运行一下 编译 运行 那么九行九列 没问题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想变成一个 正三角形 这么做 是不是这个地方改成 J小于等于 I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再来编译 编译 运行 好 正三角形 已经出来了 那么正三角形出来 这一个星 其实就代表咱们这里面一个式子吧 那现在把那个星改成式子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这个怎么改 咱来看 说 1乘以1 结果等于1 那么1乘以2 结果等于2 2乘以2 结果等于4 那么第一次呢 这个位置是1 这个位置也是1 那么第二次 这个位置是1 然后呢 到这 这就什么了 是不是就2了呀 那它相当于是 倍乘数是吧 倍乘数是从1变化到2 然后那乘数呢 就一直是2 然后这一次来看 倍乘数是1 2 3 那么乘数呢 是一直是3 能看懂这个变化吗 有一个是从1一直变化到最大值的 然后呢 有一个呢 是一直不变的 从1一直变到最大值 其实就是谁呀 是不是这个J呀 J一开始的话 是从1变化到1 对不对 然后第二次呢 是从1变化到2 第三次呢 是从1变化到3 是不是你看 第一次它就是1吧 第二次是1 2 第三次是1 2 3 那很显然第四次 第四次就是1 2 3 4吧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来一个叫做J J加上 加上然后呢 这里面一个乘号呢 咱们就直接用这个星来表示了 加上乘号 然后再加上 再加上 I呀 I从外面进来 第一次是不是一直为1 然后第二次是不是一直为2 所以你看第一次一直为1 第二次一直为2 第三次一直为3吧 好 那么 再加上 是不是等号啊 等号 再加上什么呢 I I乘也 I乘也 K 这样的话 我把他小块扩起来 是不是就先提高他优先级啊 要不然的话 他从左往右去算 怎么办呢 对不对 不过乘号本来他的优先级 是不是就高啊 好 这里面呢 咱们也加上这个小块 一会儿把小块去掉 看看行不行 来我们来编译运行一下 来 编译运行 大家看 一乘一的一 二乘 一乘二的二 二乘二的四 就没问题啊 就个乘法表演写出来 那我把这个小块去掉 小块去掉 来 编译运行 大家发现怎么着 跟我们刚才是一样的吧 哎 因为腾法的优先级 要比这个加号的优先级 是不是要高一点 好 咱们在这里面 还是要把它扩起来 扩起来 让看来更清晰一点 然后呢 大家在这运行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怎么着呢 发现它挤在一起了 特别不好看 那怎么办呢 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叫做转移字符 看笔记里面啊 有代码优化 那么这里面字符里面 放了一个杠X X表示的是任意一个字符 好 那么呢 这个斜线呢 它代表的是转移符号 那这种做法 其实就叫转移字符 那如果后面来一个杠T 杠T其实就是table键 它是质表符的意思 table键是不是质表符啊 那如果你加了一个杠T的话 那它就会出现这么一个质表符 而这个杠T写在单也号里面也可以 写在双也号里面 也行 都代表的是质表符 好 大家来看啊 我们现在呢 在后面 插上这么一个 哎 钢体 好 编译 运行 怎么样 是不是给你制出一个相当于表格一样 哎 然后呢 把这些柿子都放里面去 所以它相当于是 制一个表格 那它叫做质表符 能理解吧 前面这个反弦线呢 它代表的是转移 然后面这个T呢 就代表的是对应的table 那有同学说了 说老师 你不说单也号里面放的只是一个数字 或者一个字母 或者一个符号吗 那现在为什么放两 它其实代表什么呀 代表一个 这个是一个转移符号 它把它给转移了 它就代表一个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哎 如果你直接写个T 这就代表什么 是不是代表T字符啊 那如果你写一个斜杠T 那就 这个就代表table件 这能听懂吧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啊 我说了 你单也号里面写的是啊 它放在单也号里面可以 放在双也号里面也是可以的 好 放在双也号里面也行 来看 编译 运行 大家看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好 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字符幅 杠R代表的是回车 杠N呢 代表的是换行 在我们DOS里面去写的时候呢 你一写杠R杠N一起写 可以代表回车换行 你直接来杠N 它也代表回车换行 但是在我们Windows里面 就是在我们这个Windows系统里面啊 你必须是杠R杠N同时出现 才代表回车换行 那么杠R呢 是回到行的航手 杠N呢 是换到下一行 那就说 你看 我现在这光标在这儿 那首先 我们换到下一行 然后呢 再回到航手 是不是就值得回车换行了呀 明白这话意思吧 或者呢 首先我们换到横手 然后呢 再到下一行 这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我们的Windows里面是杠R杠N 这个杠R杠N从哪来的呢 早期呢 有这个叫做电传机 就是那种打字的 只有键盘 然后呢 那个文字就可以从纸上直接打印出来 就是早期 最早期的啊 没有这种显示器 没有什么机箱的 就直接一个键盘 然后纸呢 从里面出来 然后顶上就有字了 那那会儿呢 是杠R杠N代表回车换行 然后来Windows系统呢 就把这个事情给继承下来了 就是杠R杠N代表回车换行了 但是其他系统 比如说Linux系统 Linux系统呢 它只让杠R就代表换行了 就是反系杠N就代表换行了 而Mac系统呢 它是杠R代表回车换行了 那每个系统是不一样的啊 但是我们Windows系统 它支持的是杠R杠N 那在DOS里面呢 你直接来杠N 它也是支持的 那在这里我又写了一个 双引号和一个单引号 来大家看 我们在这里先把它注视掉 注视掉 有空师老师 我现在我想打印一个双引号 我想打印一个双引号 那么在这个四股串里面 我再来一个 这样行不行呢 再来看 编译 出错了呀 因为他认为 他们前两个是不是一倍了呀 然后你后面这个 它是一个单独的 这样不行 那我需要把这个双引号给转移了 把双引号转移了 编译 运行 这样的话 我是不打印这个双引号啊 所以如果你想单独打印双引号的话 也可以用这样转移字符 那么好 那现在我打印一个单引号 然后打印单引号 那行不行呢 来编译 运行 上时候没有问题啊 这就是一个单引号 但是 我感谢大家 如果你这里面 好 这个我也注视一下啊 这是叫转移双引号 转移 双引号 然后但是 这条目点out点print line 我们来一个 单引号 单引号 然后呢 里面再加一个单引号 你看你这样行不行 刚才两边是加的双引号 那么他跟他中间这个组成不了一对吧 但是现在呢 我这是两个单引号 中间加了一个单引号 来 编译 是不是又出错了 为什么呀 他是不是把前两个组成一对了呀 然后呢 前两个组成一对 你这里面啥也没写 他认为是空字符文字 是不允许的 那如果你非要加 怎么办啊 对 前面加一个转移就可以了 来 编译 运行 听到了吧 哎 这就是 转移 转移 单引号 能理解吧 所以反斜杠呢 他就是用来转移的 好 那么这就是九九乘法表 这个值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我还是不说 上次这边 那么就不应该 然后再重新 读 我还是不说 我还是不说